第一次上課的相關資料 第一次上課的相關資料 影片部分的話就可以看到 上一次上課 是講到有關CSS的樣式部分 那這個跟我們的樣板比較有關 以後Jungle的畫面 如果你要希望長得漂亮一點的話 那你可能就要把CSS的樣式學熟 那裡面可以做出很多種變化 甚至做個遊戲 如果你要拿Python結合Jungle 做一些遊戲的話 或者是讓使用者看起來 哇你這個畫面很漂亮的話 漂亮就要想到CSS的樣式 另外當然HTML 這個一定也是基本的 所以如果你這個部分的話 能夠把它學熟把它搭配進來 網頁就變比較漂亮 那最後的話我們有講到有關 我們上一學期 有關Python入門部分的 那些程式語法 也把它銜接 也就是說以前我們上學期 做的東西都會是在什麼呢 也許是在我們的那個Python裡面 比如說我們以這題來看 我們執行的話 像年齡我輸入20歲的話 Enter它會有一個結果 那也就是說你會發現 其實我們這邊其實是會有個互動 比如說它幾歲 這是輸入 輸出的話呢就是我們會有一個 它是哪一個年齡層 青年好了 那這部分的話呢當然如果我希望 這個最後看到的東西呢 不要是在這個Console 就是我們的Eclipse的程式裡面 而是希望能夠把這個互動 把它搬到我們的網頁上面 也就是說呢以後 不是說只能在我們自己電腦上面 能夠被看到 以後呢如果你要跟別人互動的話 那你可以透過什麼呢 透過網頁 那網頁背後當然就會有個Server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 要怎麼把我們上個學期 亂過的所有的程式 也許你可以自己在試做看 怎麼樣再把它搬到 就是從Python 再延伸到Jungle OK那這部分的話 當然怎麼轉換 轉換流程SOP 你可能要慢慢習慣 能夠越快的把這東西搬過去的話 那也就是說你以後 只要Python寫出來程式 以後要搬到Web都不會有問題 所以今天的那個主軸大概是這樣 那當然你如果 這個 測試的話 一般程式就在這邊 所以上學期所有的東西 都可以搬到Web上面 只是說你要怎麼搬 然後能夠搬得 非常的恰到好處 那這部分當然就是要花一點心思 那只是說怎麼做 OK那接下來我們來看 接下來第一個 我們可能 這個 這個東西因為上學期講過 所以我再把重點講一下 第一個如果說 你要在這個環境裡面 新增 什麼呢 Other 我們講過 你可以開這個什麼呢 Jungle的專案 你也可以開一般的專案 所以呢上學期 我們主要是利用什麼 一般的專案 所以如果你要做練習的話 你可以先這個是第一步 那這個地方測試完之後 你再把你現在寫的東西 再把它轉成Jungle 所以你可以分兩階段 那前一個階段的好處是比較簡單 你就比較不用顧慮到說 像我們之前要加一個Jungle 的專案的時候 還要什麼 還要先把專案設定起來 然後設定加一個什麼 你的Application Application加了之後 還要再View 還要再UIL 什麼一堆的 甚至還有Template 還有Database 那如果說你希望能夠先把程式寫出來 再放到網頁的話 也許這個是第一步驟 這個是第二步驟 所以呢我們以剛剛那個範例來看 這個是上學期 這是下學期的 所以兩個只有關係 那第一個當然也許你可以 簡單複習一下 上學期就是我們先開這個 Python的專案 這是基本專案 下一步 下一步的話呢 我們上學期就是加一個Texter 還記得吧 有沒有 Texter專案 那因為我這邊已經有個Texter 所以我Texter2好了 OK 名稱不要一樣 好像有2了 那再來3好了 反正名稱不要一樣 我這邊已經有一個Texter 接下來的話 你就選這什麼了 記得喔 你就選這一個 CreateSrc 它會自動幫你加一個Package 也就是說呢 它的結構一定是一個專案 專案底下的話 會有一個Package 會有一個資料夾 然後再放你的Module 所以第二步的話 下一步 再來就Finish 那我這邊就有一個Texter3出現了 你可以在這裡面按右鍵 Src上方按右鍵 做什麼呢 新增你要寫的程式 那特別注意喔 你要寫的程式呢 一定是一個Module OK 所以特別注意喔 以後如果你要練習 上個學習 等於這也是重點複習 那你就是什麼呢 按右鍵 右鍵的地方 記得是在Src上方 你不要點到專案上方 我記得好像 點專案上方好像會有問題喔 然後呢 New 一下呢 New 一個 它的一個Module OK 那這個Module 建立之後的話呢 也許喔 我們假設啦 我要練習一下 剛剛看到這個 就是年齡的 練習的話 你就專案一個新的Module 然後呢 記得給它一個Name Package 這個地方可以空下來 Name的話呢 你就輸入什麼 輸入一個Edge 或者叫If 比如說我們要練習的If Edge 假如說呢 我要練習的是 我要用If來判斷年齡 那你就是Finish 接下來的話呢 你就把那個相關的程式寫一寫 那裡面的程式包含就是第一個 讓使用者可以輸入 請輸入年齡 然後呢 你讓他可以存放20這個數字的話 所以我們這邊有一個什麼呢 加一個Edge的變數 等於什麼呢 我們是用In... 還記得吧 Input 可以讓他什麼 輸入一些東西 輸入什麼呢 請輸入年齡這幾個字 所以這幾個字 把它輸入上去 放在這後面 Input 稍打個T 這樣子的話呢 使用者就會幫我把資料放到這邊來 但是特別注意喔 用Input加進來的東西 一定會是一個自創 也就是說呢 你假設輸入20的話 它會是20這樣子 但是你必須要把它轉成數字 才能做那個大小的比對嘛 大於等於小於 這個等 如果是自創 它沒有辦法做什麼大於小於等於的相關判斷 所以我們這邊的話呢 就要把它在外面包一個Int 這個Int主要的用意是說 要把四串轉換成數次 就是前後沒有雙一號 然後呢 Enter之後呢 再做邏輯判斷 還有印象嗎 輸入之後 假設輸入20 那如果 所以這邊的話 加一個if 後面那一段 我想直接 你們可以直接參考那個 雲端白板上面 我要把那個程式打 當然盡量如果可以的話 自己打一下 我們今天的話 是在三支一這邊 結構控制改寫成 Jungle版本這裡 那這裡的話 你可以看到 這個底下 我有把 多重邏輯這邊 就是這一段 那這一段的話 我把它 複製好了 因為程式之前 上個禮拜 上學期有寫過 所以我們直接拿來用 那if 什麼呢 如果它的h 假如是小於18的話 那它就是未成年 else if 另外一種就是 如果它是介於 18到30之間就青年 31到65是壯年 剩下來就是老年 這應該有印象吧 我們上學 如果上課的同學應該有 然後呢 我們就直接 再來就執行它 執行一個python 讓它可以run 這個時候呢 會出現什麼 請輸入年齡 那我就輸入30歲 好了 那30的話 就是第一個不對 第二個是不是 它因為這邊有等於 所以呢 如果30有等於的話 它就跑這個邏輯 所以它就輸出什麼 如果假設我輸入30 Enter 它就輸出青年了 OK 所以請各位 這個部分 先把 上個學期的部分 先重點回顧一下 那回顧之後的話 我們待會兒 下一個階段 就是把這一個 目前在下方的 console 執行的東西 要能夠把它怎麼樣 換到我們的網頁 也就是以後 我希望能夠直接在網頁上面 可以執行這個動作 能夠在網頁上面 可以看到我要的結果 那在網頁上面可以看到 我要的結果 意思就是說以後 對方只要開手機 或開電腦 他也可以用了 也不是說 如果以後他要做什麼判斷 以前的話 只能夠在這上面執行 但是呢 如果你用Jungle的話 馬上可以有一個server 你就可以直接在網頁上可以互動 所以待會我會把 像這樣一個流程 改到Jungle 那如果要改到Jungle的話 待會可能你需要做第一件事情 New一個什麼呢 就不是Python的專案 你就要把它改成Jungle的專案 那Jungle的專案還記得吧 我們之前有講過 那些步驟 這個步驟包含就是 因為你要建一個Jungle的專案的話 第一個你可能要先增加一個 一個應用程式 然後再設定 把應用程式包進來 第二個的話 還要設一個view 再設UI 然後把程式寫在views裡面 他才可以walk 那我希望看到什麼 我如果希望呢 可以在網頁上方輸入一些訊息 然後讓他執行之後 他跳出來結果 可能就你今年幾歲 那你是哪一個 你是青年還是壯年等等的相關訊息的話 該怎麼做 我想這部分的話 請各位先試著把上學期東西複習一下 第二階段的話 就是想想看 如何把你以前寫的Python專案 轉換成Jungle專案 這樣才有意義啦 兩者間可以串聯 畫面先還給各位試一下